各位老师好 我叫展天书 今年22岁 毕业于燕京理工学院 我曾经做过美术老师 设计师 然后还有兼职模特 今天想找的工作 是设计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有多高啊 1米75 175跟那个小叶差不多高啊 跟我一样高 但是他大概只有我一半成 展天书 你今年22岁毕业了没有啊 毕业一年 19年是6月份毕业的吧 6月份 你的专业是视觉传达 新媒体设计专业 这是一个很好的专业 但是从你的这个职场履历 和以前在外面的工作经历看来 好像都是做模特 跟你的专业没啥关系 那个是大学时期的一个兼职 因为就是 自己去赚一些生活费之类的 然后实习的时候 还是做了设计 UI设计 做设计的 一定要看看你的作品了 你有PPT吗 有的 这个是 就是在实习公司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是暖色和冷色吧 我比较喜欢冷暖搭配这样的 咱们讲专业啊 既然萌姐问你 你就从专业讲 我们这张图的 你的这个结构怎么想的 然后你的肌理怎么设计的 色彩怎么想的 你就从这三个点 给他们讲明白 展现专业 我说一下 我平常做那个海报时候吧 就是我可能会 因为之前也实习过 所以我可能会从商业角度 去先抓它的主要重点信息 就是比如说 这张海报主要突出什么 像咱们菲尼莫属舞台 就是球纸类的嘛 然后要突出球纸这一部分 然后其他的就是色彩上 色彩上我会 比如说我会选一张深色的背景 然后上面我就会 加一些比较暖一点的元素 然后字体呢 比如说像 咱们菲尼莫属的舞台 然后这个字体我觉得应该 比较商业化一些 然后有棱角一些 不是那种圆圆的字体 好 你要求这个薪资多少 我是想找设计师助理 然后5K吧 地域呢 北京 除了北京之外的地方 考不考虑 不考虑 因为我本人就想在北京发展 除了设计师助理之外 其他的考虑吗 其他的也不考虑 这倒是挺干脆 行 挺好的 来 第一轮选择去货流 内场四盏 外场一盏 一共灭掉五盏灯 还剩下五盏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